2012年时,陈思诚导演的电视剧《北京爱情故事》上映。 为了宣传,陈思诚作为导演兼主演,带着另一位主演佟丽娅上了《快乐大本营》宣传。 在此之前,两个人的绯闻已经传得沸沸扬扬,但就在所有人都起哄,调侃两个人可以真的在一起的时候。 佟丽娅突然震惊起来,随后便公开了两人的恋情,一时间台上台下一片欢呼,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都异常激动,看来他们事先并没有商量过。 佟丽娅表白的时候,陈思诚一言不发,甚至有惊讶,说完佟丽娅已经哭得稀里哗啦,主动要求拥抱,陈思诚依旧一脸冷漠,这个看似就不美满的婚姻。 再加上陈思诚铺天盖地的桃色新闻,更是一次次地冲击人们的视野。 而他本人给出的回应,也让人不断刷新三观,到底我们现在的婚姻是正确的一夫一妻制呢,还是古时候的一夫多妻? 其实,佟丽娅是真爱过陈思诚的,从早期的采访中就可以看出,她对身边的男人更多的是崇拜。 她在陈思诚面前,会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很低,即使对面出轨,也只是回家就好,两个人吵架一定会先道歉。 但结果是什么呢?痴心错付,还好,离婚之后的她还是清醒了过来,找回了自己,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近几年来,尤其是离婚之后,佟丽娅好像很受主流媒体,尤其是央视的喜欢,凡是大兴满汇,一定会有她的出现。 这让人不禁好奇,佟丽娅的资本是什么时候翻盘的? 这跟两个人离婚有没有关系呢? 在新疆伊犁,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,西伯族,这里的人奉行一夫一妻,不随不居的父权至婚姻形态,认为对女孩子来说,离婚时不光彩的事情,对女生个人以及父母都是耻辱。 佟丽娅就出生在这里,即使父亲是音乐老师,母亲是声乐教授,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,也还是会从小叫她男尊女辈,女人就应该做男人的后盾,不过小时候的她,还算得上是无忧无虑。 因为环境的影响,佟丽娅从小就对艺术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 她爱跳舞,也爱上山爬树,她是天生的美人佩子,也有着坚强隐忍的性格。 六岁那年,佟丽娅被父母送到少儿艺术团学习舞蹈,在这里,她待了六年。 十二岁的时候,佟丽娅坐着大伯的塔车离开家乡,到新疆艺术学院附中继续学习舞蹈。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,对外界的热闹和繁华充满了向往,因为在专业上脱颖而出,所以佟丽娅一直都是学校里的佼佼者。 两年后,她幸运地被选中,参加了新疆自治区迎香港回归的文艺晚会演出。 而此时,已经19岁的沈阳干部子弟陈思成,因为打架,被上海戏剧学院开除,禁考两年,到了1999年,两年禁考期度过,她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,但学校因为她有前科而婉拒,为此,她只能报考中继。 好在这次终于成功,她和靳东,李光杰,陈树等人成了同学。 在这里,陈思成如于得水,专业课,汇报经常压轴出演,在编剧,导演方面都有特长,她还专门写了一首班歌,叫《九九的辉煌》,因为他们是99届与此同时,弘丽娅再次被幸运地选中,参加了建国50周年阅兵式。 新疆踩车的表演,这是她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,并在心里暗暗发誓,将来一定要到北京发展,此时的她还不知道,自己未来将会遇到一个才华横溢, 但极爱耍帅的男孩,会影响自己的一生。 2001年的时候,23岁的陈思成,参加了一个全国大学生歌手选拔赛,成功签约华纳唱片,汪峰还为她写了一首广告的主题曲,叫《年轻更闪亮》。 四年,正在读大三的陈思成,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接一个走红,她再也按捺不住,陈思成和导演康弘雷首次合作,拍摄电视剧《民工》,这为她以后能出演士兵突击,奠定了基础。 此后,她还和西美娟搭档,主演了电影《处女》做《法官妈妈》,获得了多个奖项提名和最佳新人奖,就在她展露头角的时候。 另一边的佟丽娅也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,在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舞蹈比赛。 2002年,她参加了首届新疆小姐的选美大赛,最终获得了亚军,并收到了中国歌舞团发来的邀请函。 可见多了外面的天高地广,佟丽娅也有了野心,拒绝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工作。 她背上行囊,踏上火车,翻山越岭地来到了北京,出到这里,佟丽娅的压力很大,她为了生存下去,只能干别人不愿意干的活,在婚庆上给别人跳舞。 但渐渐地她意识到,自己从新疆跑到这里,难道就是来干这个的? 2004年,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系表演系本科,成了陈思诚的小学妹。 此时她已经毕业,两个人完美错过,她是这个专业里第一个西伯族的学生。 后来,佟丽娅走红后说,我从伊犁走出来,到了北京,现在翻了一座又一座的山,我不是来享受的,我是用我的脚步,一步一步来感受这个世界的。 但是,在这个环境里,佟丽娅原有的自信被打击得一点不剩,她肤色暗黑,普通话还不够标准。 有一次,她跟同学们一起跑剧组,导演看着她简历上的照片,直接对她说,你是怎么想的,你长成这样,怎么当演员呢? 委屈和羞辱习险而来,泪水再也压抑不住,就像是决堤的河流夺框而出。 后来在导演的解释下,她才知道,这并不是说她的意思,而是说她的抑郁长相,不适合当主角。 这件事情让佟丽娅消沉了好一阵子,但她没有放弃,一直都坚持不懈地跑剧组,也在偶然间和陈思诚有了不该有的缘分。 而东升导演,为了新剧《心不了情》选演员的时候,佟丽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,这是她第一次演戏,虽然只是个小配角,却因为长得好看受到了热捧。 有人被她和日本的国民女神相比,说她是720度无死角的美女,也因为这样的高评价,让她获得了饰演古代著名美女赵飞燕的机会。 至今这个角色,都称得上是佟丽娅最美的角色之一。 从此之后,她才开始片约不断,美貌也越来越凸显。 同一时期,陈思诚也先后出演了很多电视剧,但出名的并不是她的作品,反而是她的《花边新闻》。 光是公开的女友就有沈佳妮、陶一文,直到2010年,她才开始转型做导演,而让她有了这个意识的,还是因为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。 2006年时,华裔投拍《士兵突击》,康洪磊把陈思诚、段一红、王宝强三人聚在一起。 在此之前,他们刚合作了红旗两道儿女们,在选角色的时候,陈思诚本想演许三多,但导演却让他演成才。 让王宝强演了许三多,这年年底,《士兵突击》首播越播越火,最后直接成了现象级经典电视剧,但让陈思诚没想到的是,王宝强、张义这些账的比自己丑的,在电视剧播出后,却都比自己火,这让他很不好受,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陈思诚明白了,这就是角色的魅力。 于是,既然吃不上了蛋糕,那就成为做蛋糕的人,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,陈思诚成了华裔的明星持古人,并从演员向导演转型《北京爱情故事》,这是他第一部电视剧,也是他和佟丽娅第一次有了接触。 为了这部电影,陈思诚煞费苦心,不仅拉上了士兵突击的老搭档,还邀请了杨幂、张欣义等中戏同学,2012年,《北爱》在各大卫视播出,大获成功,陈思诚获得众多奖项,佟丽娅则凭借剧中的《沈冰一角》开始走红,就连电视剧主题曲都成了大街小巷的热门歌曲。 更有意思的是,戏甲情真,陈思诚真的爱上了佟丽娅,最后由杨幂牵线,两个人成功谈起了恋爱,在电视剧播出两个月后官宣了恋情。 后来的事,大家都知道了,凭借两个人的种种,外界一致认为,佟丽娅在这段感情中,一直处于卑微的一方,她似乎觉得自己配不上陈思诚,一直都在仰望她,感情中这种不对等的关系,从一开始就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 在某个电影发布会的现场,主办方为了搞噱头,陈思诚突然抱起佟丽娅,丝毫不顾女朋友的走光风险,在节目里讲述起恋爱趋势,陈思诚自曝曾经因为抢单,用烟头烫了佟丽娅一道八,不仅没有半点心疼的意思,还一脸得意地说,挺有意思的,就算结婚后,在一次采访上,记者问到出轨话题时,陈思诚直接当着佟丽娅的面,大言不惭地说,谁都会出轨。 因为陈思诚喜欢,佟丽娅就一直留着长发,2014年1月时,他们刚完婚,同年6月,陈思诚就两度被曝出轨,而佟丽娅则在剧组拍戏,2017年,陈思诚又被曝,疑似在佟丽娅不鲁奇出轨,在酒店和两女子共处一室,一直到早上6点,三个人都没有出门,孤男寡女,大概不是晚了一晚上都地主吧。 回想他们的婚姻经历,所有人都在为佟丽娅的痴心错误,感到不值,但在这段感情中,她真的什么都没有得到吗? 自从和陈思诚在一起后,佟丽娅的事业实现了质的飞跃。 电视剧《北京爱情故事》大获成功之后,陈思诚马上就成立了成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并签下了佟丽娅。 从这时开始,佟丽娅的资源就开始大翻盘了,以前一直演小配角的佟丽娅,开始不断在剧中担任女一号,还发布了《只为你唱歌》等音乐作品,可以说是势不可挡,随之而来的是片酬也不断猛涨。 13年,佟丽娅已年收入2000万,首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虽然和很多一线明星相比来说,她这点成绩不算什么,但是现在,相比认识陈思诚以前的佟丽娅来说,这时候已经彻底实现了资本翻盘,后续几年,佟丽娅持续发力,目前已经在娱乐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。 这些,我们都是在两人离婚后才意识到的,也有人因此说,她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,人处无害,她的逆袭之路和陈思诚有着分不开的关系,但说她是翻版,Angle Baby实在有些牵强,因为陈思诚的不靠谱,佟丽娅很有可能是早就知道的,陈思诚之所以能靠电视剧版北爱成功,和士兵帮的兄弟们有着脱不开的关系,不知道陈思诚到底做了什么。 当年,李晨和张义为了帮她圆梦,还十分意气地自降片酬,当年,李晨更为了著陈导演上位,不仅提供了故事原型,还利用了自己的人脉,拉来一帮好友助阵,毫不夸张地说,北爱半个剧组,都是李晨用自己的人脉传的,但结果都被陈思诚伤了心,原因是,剧中多人戏份被删减,主角直接变成了陈思诚,和当时正在追求的佟丽娅。 而在众多新闻稿件中,这个剧组也都变成了陈思诚一个人的功劳,说这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,但其中,最悲催的还要数张义,因为他当时连剧本都没有看,就决定自降片酬来出演,结果最后因为剧中的角色,石小猛,是一个可以为钱抛弃女友的凤凰男,这让网络上对其骂声一片,如果说角色的风评是谁都无法控制的话,那陈思诚在接受采访时不停地说,石小猛时,专门为张义打造的,石小猛,就是张义本人之类的话, 又是什么意思,于是,后来当张义被记者问到,和陈思诚关系怎么样的时候,他说,自己并不喜欢北京爱情故事,我们之后就不再联系了,当然除了演员之外,还有一些幕后的工作人员,也十分不满陈思诚独揽一切功劳的做法。 多年后,张义曾经在节目中回忆往事时说,我以前的名字叫张义,义起的义,后来才改了名字,兄弟对我很重要,所以在他人生需要转型的重要阶段,我必须帮他。 我连剧本都没有看过,片酬也只要了三分之一补到,如此细节清楚,相信大家说的都是谁了吧? 这些种种,在这接受陈思诚追求的佟丽娅,一点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,所以,他能有今天的清醒,或许是因为早就有了宝贝,复盘两人的恋爱,婚姻。 陈思诚和佟丽娅似乎都得到了一些东西,也失去了一些东西,一个是有了钱和名气,没了兄弟和口碑,一个是有了名气和钱,却丢了爱情和尊严。